釘啊 加一筆釘的釘 這樣了解嗎? 要選第四個選項嗎? 這比較難吧? 這有點難 我為什麼不問簡單一點的問題 在考卷裡面那麼多題目 難得題目你不做也沒有關係啊 對吧? 你簡單的做一做其實分數也挺高的 請問你還有哪一題需要我們來講嗎? 都可以啦 看你們自己 反正我們這就聊一聊 有哪一題要講? which one?還是都會? 田充的 田充的第幾題? 田充的最後一題 好啊 我們來看田充的最後一題 田充的最後一題是第幾題啊? 第十題對不對? 哎呀 這個 處理老師出這一題啊 我跟你講這個是 直考速假的題目啊 這一題給他三個贊 這個題目如果你有做過考古題 這一題其實就送分啦 來這個題目你看一下他的遊戲規則 他說 這好像是那個105年吧 直考 好像是速假的題目 他說一個圓盤喔 標有0跟1的兩個區域 上面有一根指針可以轉動 然後每次轉動指針之後呢 畫起來喔 前後兩次我的指針 停在同一個區域的幾率是四分之一 而停在不同區域的幾率是四分之三 我現在要玩這個遊戲要玩三次 連續轉這個指針三次 然後我要去計算 這三次他所停的區域 他的標號數字把它加起來 那如果我還沒有玩這個遊戲之前 這個指針停在1號區 這樣可以嗎 那麼這個遊戲的期望值是多少 唉這種東西你們想太多啊 還沒有遊戲之前是停在1號區 我們現在開始玩 這種題目我建議你畫出這種題目就好 請問你喔 你玩第一次啊 你那根針會停在哪裡 有可能停在0號區或者停在1號區啊 是不是就兩種情況 對不對 畫出這種題就好啊 那我問你喔 停在0號區的幾率是多少 唉你還沒有玩是停在1號區喔 玩了一次之後 跑到0號區 這個幾率是多少 他題目有講啊 停在不同區域的幾率是多少 四分之三就寫在這裡啊 停在同樣的區域的幾率是多少 四分之一啊 來我問你 這個時候你的藥粉空間有幾塊拼圖 兩塊 如果這個遊戲只玩一次 你的藥粉空間是被掀成兩塊 可是呢這個題目他有點壞壞 他玩幾次 他玩三次 唉再玩第二次喔 這個遊戲再玩第二次 你那個指針是不是還會轉 他接下來也有可能轉到0 也有可能轉到1 然後這裡我跟你講 訴訟圖永遠是你的好朋友 記得好不好 轉到0轉到1 來玩第二次之後 你的藥粉空間被切成幾塊拼圖 四塊啦 對不對 因為就四種情況了嘛 這被切成四塊 好那我們來看機率喔 從0號轉到0號 告訴我這機率多檔 你要講出來啊 我們習慣把機率寫在這裡 這機率是多檔 四分之一 那這個機率就是多檔 四分之三 跟著寫啊 那1號轉到0號 這是多少 四分之三 那如果1號轉到1號 這個機率是多少 十分之一 欸請問你 這時候樣本空間有幾塊拼圖 四塊 可是這個題目喔 他很快 他玩三次 玩三次那怎麼辦呢 欸這平行時空喔 來 玩三次的話 你猜最後的結局會有幾種情況 當然是八種嘛 對不對 你總共玩了三次嘛 每一次都會切出兩塊新的拼圖 你懂那個感覺嗎 就是他每玩一次 他就把你原來的拼圖 再把它繼續切下去 來 玩到第三次 一樣可能出現01 喔這題好無聊喔 這個指考考重題目 其實也是送分的 來告訴我 0轉到0這個機率多檔 來講話啊 四分之一 那這裡是多少 四分之三 來 1轉到0這個機率是多少 欸不同區域喔 四分之三 這個是多少 下面這個是多少 四分之一 0轉到0就是同區域 同區域是四分之一 不同區域四分之三 我看一下 對吧 OK 那1轉到0就是不同區域四分之三 同區域哪一四分之一 我這個叫窮局法 你知道窮局法 考試就是你的好朋友 好 那我們準備要算他的期望值喔 來 這個期望值我這樣算喔 核 核 機率 來那個我們班同學看我這邊喔 玩三次嘛 然後他會算什麼東西 欸標號數字的核 是不是 來標號數字的核 來我問你 0 0 0 加起來是多少 0 對吧 他機率是什麼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來寫上去 四分之三 乘上 四分之一 再乘上 四分之一 這機率的乘法原理對吧 或就是加起來 就是乘喔 第一次0號嘛 第二次也0號嘛 而且第三次也0號 是不是機率就把它乘起來 對不對 就是你就把那個拼圖 分的再更小塊而已嘛 反正你最後加起來 欸我跟你講喔 最後這裡8塊拼圖對不對 這8塊拼圖加起來機率是多少 一定是1嘛 因為我們就在同一個樣本空間做切割 你聽到嗎 來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是找第二條 是0 0 1 來加起來是1 阿這個機率是多少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寫上去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喔天喔這題目好無聊 來第三塊拼圖 第三塊拼圖在哪裡 0 1 0 來這個加起來是1 對不對 阿這個機率是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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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算一下就好 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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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第四塊拼圖 0 1 1 來這個加起來是2 四分之三 所以要看這裡 來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我已經累了 來寫一下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欸你有沒有看到喔 我只在算這個很無料的東西 來第五塊拼圖 100 來這個加起來是1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這樣可以喔 然後再來 101 來這加起來是2 對不對 四分之一 欸不不不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我還以為我看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我算幾塊拼圖了 1 2 3 4 5 6 我算六塊 來接下來是什麼 1 1 1 2 來加起來是2 那它的幾率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好 最後一塊拼圖 11 1 加起來是3 這個幾率是 四分之一的三次方 欸你不要小看喔 這竖角 離主竖角的題目 我們把這幾率都算出來喔 好 來這個算出來是多多多 欸講話喔 六十四分之多多 3 來這個幾率是六十四分之多多 9 來再下一個這個是六十四分之多多 3 3 9 9 3 27 來這一個算出來是六十四分之9 好 你們會算這個東西嗎 這個是六十四分之多多 3 然後下面這裡是六十四分之9 來這裡是六十四分之3 最後這裡是六十四分之多多 1 同學我告訴你啦 這個題目很簡單 它就是切成很多塊拼圖嘛 對不對 每一塊拼圖是不是都有個幾率 有看到嗎 這個遊戲玩八次 不是玩八次 玩三次 對不對 所以你告訴我 final的結果有幾種 八重啊 這八重是不是就八塊拼圖 每一塊拼圖有個幾率 然後它求它的總和 那請問你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會不會算 就乘一乘加一加碼 來我們現在把它乘起來喔 六十四分之 來0乘以3 這裡是0 1乘以9 這邊是多少 9 1乘以27 所以這裡是 再加27 再加上2乘以9是多少 18 然後1乘以3加3 再來2乘以9 18 再來是2乘以3 6 再加上3乘以1 3 靠我問我算錯了 沒有算錯吧 期望值啊 就乘以乘加一加嘛 如果同學就是這麼理解的話 來 最後算出來是64分之多少 我看一下喔 9327 9436 36加36 72加375 75加6 81 81加3 所以是多少 87 84 我有沒有算錯 應該沒有吧 來我們看一下 這可以用誰來約分啊 用4來約的話 4 6 24 16 428 16分之21 這樣可以嗎 這一題答案是他喔 終於這一題難不難 這一題有點難喔 而且其實這一題有點考超過 我們現在應該要會有東西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 我這樣講啊 同學你考試這一題不會說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啊 你把基本分拿到就可以了嗎 對不對 OK 這一題就是討論一下 八塊平圖 機率算出來 乘上對應的值 加一加就好 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這樣 他擺在最後一題 代表他很難對不對 怎麼了 第幾題 第幾題 還有哪一題要講 哪一題要講 填充第幾 喔第九題喔 喔這個第九題不簡單耶 這個第九題其實可能是整張考卷裡面 最難的題目 你知道喔 來這個第九題給他三個讚 這種題目 大家參考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他說有一組數據 我們先把它排列一下好了 二 二有幾個 二有三個 來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五對不對 再來有一個十 再來有一個X 拿出你的筆 同學我問你 這裡有幾筆數據 欸等一下我這麼弱叫什麼東西 喔還有一個4齁 對不起 還有一個4 5 10 X 來請問你這X是誰 你知道嗎 你當然不知道 所以這X對你來講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未知喔 來寫上去 這個有同學很可愛喔 別幫有同學跟我說 老師他的X擺在最右邊 是不是代表X最大 當然不是啊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了嗎 他這個 我們現在把他排序 對不對 這個X是誰 不知道 他該排在什麼地方 其實現在還沒有了解 對不對 我們來看喔 滿足此數據的三個關鍵的東西 一個叫算數平均數 來請你告訴我 算數平均數是誰 欸 欸 加起來除以7是多少 5 趕快講話 加起來除以7是多少 25加X喔 欸 寫上去喔 這沒有問題吧 欸 這一題 猜對答案跟真的會做是兩名的事喔 這一題有同學是猜對的喔 你知道他怎麼猜嗎 他就帶數字啊 比如說X等於多少對不對 帶進去試試看 結果發現有些數字可以 然後加一加 還真的被他夢到答案 有些道理是夢到的喔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嚴格的分析喔 來 中位數是誰 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中位數是誰 我們現在應該不清楚 因為會隨著這個X的數字的位置 這個中位數可能會變 你同意我的看法 然後再來 這個題目他還講一個什麼東西 喔 他還講一個叫做 重數 好 那這個重數很有意思喔 來 同學我問你喔 不管這個X是誰 這個題目的重數肯定是多少 欸 講話 什麼叫重數 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嗎 所以不管這個X是誰 請你告訴我 重數肯定是多少 肯定是2啊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那如果知道我在講什麼的話 那這個題目還有一個重點喔 他跟你說 把這三個數字 按照大小順序排起來 恰好形成一個公差大於0的等差數列 唉唷 等差數列喔 他講等差 而且告訴你公差怎麼樣 公差大於0 好 請你把公差大於0這句話空起來 請你告訴我 公差大於0 他在暗示你什麼 看不出來嗎 他是給暗示 他沒有明示 他跟你說 這三個數字會成等差 由小排到大 但是公差要正的 代表他在講什麼 這三個數字都怎麼樣 都是正的 應該說 簡單來講這三個數字都不一樣 好不好 這三個數字都不一樣 寫上去 寫上去 都相應 對吧 這三個數字都不一樣喔 公差是正的啊 公差是0的話 這三個數字是不是就一樣 對吧 你懂他感覺嗎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分析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要用討論的喔 你不要小看這個題目 B種情況 看到這邊 B種情況 當你的X怎麼樣 小於等於2的時候 我個人是這樣做啦 我的做法給你參考一下 來 我現在問同學喔 哪有時候同學看我這邊 X如果小於等於2 你覺得X要擺在什麼地方 最左邊對不對 你的X是應該要擺在這邊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吧 比如說X等於1 欸 X等於-2 對不對 對吧 他題目有沒有說X是誰 沒有嘛 他這只是說有一組數據嘛 對吧 只要X小於等於2 包括等於2都一樣喔 這個X是不是可以考慮把它擺在最左邊 對齁 好那我問你喔 這個時候 我的中位數是誰 欸 1234567 7筆數據 中位數是中間那一筆 那請問你 當X小於等於2的時候 我的中位數是誰 我的中位數這個時候是2喔 好那請問你 2跟2有相義嗎 沒有啊 題目不是說要相義嗎 但是這時候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換句話講 X小於等於2全部都不合 聽懂我的意思嗎 寫上去啊 這時候你的中位數跟你的重數都是2 所以這時候怎麼樣 是不合的 X小於等於2的所有